根据花莲县政府在东大门夜市各个出入口设置轮流统计系统 中秋廉价首日9月28号共约有13000多人次入场 不过却不见往昔廉价的人山人海 而这次国庆廉价第一天就有约16万多人 包含吉安庆修院、松原别馆和花莲文创酿市集 也都表示相较中秋廉价的冷清 国庆廉价确实人潮涌现 为期四天的国庆廉价 一扫中秋廉价花莲国旅冷清的阴霾 尽管花莲天气不稳定 仍吸引不少游客涌入花莲各景点 包含限定古籍锦安庆修院、松原别馆 还有市区救救场、花莲文化、充益产业园区 和今夜三天以返乡为主的中秋廉价相比 业者表示国庆廉价国旅人潮有相对明显增加 本次双十国庆假日 它的游客总量我们庆修院统计下来 是有四天下来六千多人 那当然明显的一个游客的一个数量 比较多的是如果在第二跟第三天 那一般来说廉价呢 第一天通常呢 以自由行的游客来讲 驾车大概都是可能会塞车 所以呢进到花莲的时间大概都搬完了 那到了第四天 其实在第三天的下午 大概人潮就已经逐渐的比较少 那一般呢 游客的预期心态还是呢 尽量提前出发 以避免会有塞车的情况 那至于中秋节呢 因为这两个假期呢 其实还蛮接近的 那传统中秋假期呢 大家还是以返乡呢 或者是在居家 跟亲朋好友团聚为主 所以呢这中秋假期的游客呢 就明显的少许多 那甚至于比一般的假日来讲的话呢 还比较少一些 吉安庆书院统计 10月7、8日两天就有约近4000人 比中秋廉价首两天 共计快2000人还多 四天廉价吸引超过6000人参观 花莲文创园区的酿市集和乐建里咖啡馆 也吸引比中秋还多的人潮 共约2500多人参观和用餐 至于受花莲文化局 每轮吸盘狼带传联计划 周遭施工影响的松原别馆 观众表示 松原街的挖路施工 确实影响游客进出的意愿 但人潮比中秋仍有多两三倍 接着讲方言到华联报导